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那个时候没有往艺人的方向想 就是跳公演 以及可以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工作 我那个时候觉得选上就选上了 选不上就大不了回家 反正也无所谓 没有想到女团的标准 选人标准的这么低 把我都选进来了 有亲戚会反对我 然后说娱乐圈水很深 我说没事 这团不是娱乐圈 跟娱乐圈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进来之后 发现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之前有学跳舞 我学了跳舞 我三岁的时候学芭蕾 学了两天 然后我被老师骂走了 这就算有技术吗 两天的芭蕾基础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上公演 我觉得有点羞耻 因为那个时候衣服很稠 尤其我们有一套剥点的衣服 我看着脸都麻了 有那个密集恐惧症 最好全部删掉最好 我一开始15号位 队里一共就16个人 我也算是混了个上场的位置 但是是在边边 后排的边边 我那个时候好有拼劲 我觉得我好像还蛮想占C位的 我那个时候有一个让自己嗨起来的方式 在底下人很少的时候 我把眼睛拿掉 因为我两只眼睛都是900多 我就是在台上跳 很嗨 对上谁的眼睛我也不知道 老大姑娘 你变了你 我已经变了我不买 老姑娘 你变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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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了 我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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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或计 白腐茶地 我看这些东西我觉得 像是那种 吃饭的时候翻的那种料一样 上班收思一下 你需要一下 首先打你信 其次 我要把我之前落下的剧 和动画片全部看了 这些事情多做完之后 睡觉睡饱之后去报补习办 我之前抱过钢琴班 抱过油画班 跑到老师那边去 人家也不知道我是谁 反正我帽子一扣 重量学姐 心里尽自然量 我自己没有被偶像的这种标签束缚住 就是首先我是我 然后其次我才是一个偶像 成长最多的应该是 人心态上面的成长 我觉得我如果从右边里出去 不管见到哪个 哪个甄嬛传里 不是甄嬛传 哪个就是社会里面 我可能都会逼掉做人吧 失去最多的 应该是陪我爸妈了 回家 他会看你工作 会 我爸跟厕所的时候 最喜欢搜我了 他就觉得他姑娘啥都好 如果晚上有些不好听 就尽量自己做到优秀点吧 然后让少一点的人骂我 你现在有一个小分队的工作 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分队未来的这样一个工作机 OK 我们这个团一直都是以唱跳为主题的嘛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小分队的形式是两个人的纯唱 然后配合乐器去演奏这样一个形式 我一直觉得就是总选是大多是粉丝的 他们做的工作会比较多 然后我这边呢就是尽量不要给他们惹事情 让自己越来越优秀 越来越牛 所以我现在心里就还好 之前因为名次的事情嘛 然后就跟他说说 如果我今年我高的话给你买个包 然后你高的话你给我买个包 结果他说OK 你高的话你给我买个chanel 我高的话我给你买个小CK 然后我说什么 你在逗我吗 然后我就真的给他买了个chanel 好贵啊 我天我好想 明视频APP等你下载